许大普奔,P2P老大再一次被国家输别,成为跟正苗红的金融正规军,从此和银行、保险等传通金融机构一样,接受中国银保监会的统一监管。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正式对外公布了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那设计公和人员编制规定,下称三定方案,方案中不仅提到了银保监会是国务院支出的政务级事业单位,更明确了由银保监会负责制定网络接待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的监管制度。 自此,P2P网贷正式纳入银保监会管理,并有普惠金融部制定具体的监管制度。 为什么说是再一次被国家收编呢? 原来,在这次重大好消息之前,2015年7月,央行就发布过一条普天同庆的证明公告,网络接待业务由银监会负责监管。 这是养行联合笔石银监会、保监会等十大部内共同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到的。 可见国家顶层设计从2015年年中起,就已经将P2P网贷归入了金融正规军。 而本次发布的三定方案,再次明确了网贷监管的归属,可谓与三年前央行的文定脉相承,为网贷监管新格局指引了方向。 加上进来,各地方金融监管局密集挂牌,全国已有16个省职辖市金融监管部门加挂地方金融监管局牌子。 这样一来,全国范围的金融监管已现出行。 大致可略为总分结构,总、银保监会掌控监管大方向,主要职责,是制定网贷监物的监管制度。 分,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具体执行工作,主要职责是执行国家有关地方金融监督的政策和法律打规。 此外还有行业协会负责自律监管,从行业红线的频繁下达,到监管工作的明确部署,网贷行业固化多年的求监管终于落地,彻底告别了熊孩子式的野蛮生长,走上正规军的发展道路。 而监管的强化势必加速P2P行业的整改进程,让坚守合规的品牌优势凸显并成长壮大。 其实,P2P网贷并不是一个长歪了的熊孩子,而是作为传统金融的有效补充,极大的推动了普惠金融发展,并得到了顶层设计的肯定。 央行于今年11月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正面肯定了互联网金融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互联网金融在弥补传统金融服务不足,便利居民借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清华大学武道口金融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料理,在新一期清华金融评论发刊册中指出,网贷是中国金融业重要的供给策改革,是中国府会金融的重要推动力。 同时网贷也大大推动了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的创新发展。 今年8月,P2P网络接代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开展P2P网络接代系统合规检查工作的通知。 问题清单估计108条,目前全国夺地P2P平台,已提交了自查报告。 指望财富网贷服务合作方一姓惠明,也按时提交了自查报告,并做好准备迎接现场检查,积极响应最终验书,被案发真的落地。 对于网贷行业领军企业来讲,一定是春天来了,把害虫都冻死了。 一姓CEO唐宁在接受专访时表示,监管使得网贷市场环境更加规范,健康和透明。 如今,网贷行业正式纳入中国银保监会的监管范围,更加明确了监管部门的职责。 随着不合规平台的出清,又是头部平台和整个行业的未来前进光明。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